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同时还有非常密集的变调带来的变化音 还有10度8度等 所以这首曲子的音准相对来说是比较复杂的 那么练习音准的方式呢 就是一弓一个音的慢练 全弓进行慢练 同时呢如果有可以对空弦的地方尽量对空弦 有钢琴或者钢琴APP的话呢 可以对钢琴的音准 在练习这首练习曲的过程中呢 我们会发现有非常多的调的变化 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先听录音或者是看视频 来构建对整个练习曲的音响构架 确保自己不会拉错音 那么第二个要点呢就是弓法 这首练习曲中呢除了全部都是分弓之外呢 还有分弓和部分连弓相结合的方式 有这么几种 比如三加一 一加二加一 二加一加一 那么这首练习曲呢 我们尽量选择用中弓或者中弓靠下的部位来演奏 我们可以在中弓附近找到自己最舒服的位置 工字要走直尽量放松 那么这期视频中练习曲的要点分享部分到这里就结束了 后面还有我的演奏视频 如果有任何疑问或者想要分享练习心得的朋友们 请在评论下方告诉我们 感兴趣的朋友们 欢迎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SKY音乐分享 添加课程顾问 获取克莱塞尔第24首小地形练习曲的乐谱 并可以填一节于我的一对一网课 记得点赞加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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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